走进年终考核场 今天我们要聚焦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 作为一支新智作战力量 这个部队不断探索创新空地协同融合的训法战法 今年的考核由飞行员担任考官 更加突出检验突击步兵与直升机的协同作战能力 那么官兵们的表现如何 我们一起来看 现在在我身后的呢 就是这次所用到的绳索架模拟训练平台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高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 那据了解到在真实的直升机的锁降的高度呢 其实就是以这个平台为基础的 那么我们的年度连贯考核就要从这个科目开始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咱们这个绳索架的训练平台之上 官兵们已经为我穿戴好了这个保护的装置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个绳索架的科目 锁降看似简单 但其实需要很多技巧 初次尝试更是对心理和生理的双重考验 好下 绳索架科目实际考核时单人合格成绩为7秒 由于模拟机架平台没有飞机自身的抖动 不受气流的影响 所以考核成绩压迫为单人5秒合格 飞行员考官从飞行的角度检验考核成效 这也是这次考核的创新所在 以前呢飞行员和步兵都是各考各的 标准不一样 要求也不一样 没有方式来检验官兵的协同训练效果 在演练中的战术行动配合上也经常顾此失比 目标引导和激将场选择课目的考核随即展开 班长李荣浩除了是一名侦察兵 还是一名战术引导员 负责在地面为直升机引导指示目标 作为地面与空中紧密连接的关键纽带 战术引导员不但熟知突击步兵的战术战法 更要掌握直升机的既战术性能和战术运用原则 在随行空地协同火力打击行动中 战术引导员就是火力打击分队的眼睛 我们此次考核主要对目标数据的精度 及激将场选择的标准上进行评判 时代射击战术基础动作等课目随即连贯展开 在飞行员考官的评判下 许多训练问题一一暴露 为下一步空地协同训练提供了友谊借鉴 以往我们的考核 这种单课目比较多 像这种结合直升机训练的科目考核 是今年才展开的 我们这次考核 区分开侦察火力 还有机架模块 把单一科目变成了整体的作战能力考核 飞行员和突击步兵的协同训练 需要两种力量的密切配合 这样才能消除空中与地面的距离隔断 在实战中提高打击效能 转型重塑 充满挑战 打造飞起来的新型陆军 更是任中而道远 我们全力官兵 继续练指挥 练协同 练打击 不断增进空地之间的默契程度 把部队建成成为空地一体 全意激动的通突利刃 作为记者 全程参与了这次突击步兵的年度考核 我深切感受到了这支新制作战力量 三年多来转型发展的成就 要想成为一名突击步兵 不仅要掌握直升机锁将 战斗机将等技能 还要提高车辆吊装 地面侦察 机将场选择能力 一次次空地协同训练 一架架新装备列装 空中突击旅不断转型重塑 努力锻造一支 精非善打 立体机动的空突利刃 接下来